这里是陪您读轮语讲药 您好,我是唐玉玲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轮语讲药 学而篇的第二章 有子曰 七位人也消替 而好犯上者嫌疑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 为之优业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消替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这一章在学而篇排第二章 是有意义的 第一章是讲学而 人生是要学习 人生才有出路 人生才有未来 人生才有价值 人生才有意义 但是要学什么呢 要先从学人开始 换句话说 学习的第一步 要先端正心态 要先去利益别人 利他才是出路 果然有这个利他的胸怀 学什么都能够帮助自己 也能够帮助大家 提升自己的内涵 也因为帮助大家 大家也会对我有所提升 我也会从这个人生的旅途上 自己也能够开创出路 大家也能够帮助我 开创出路 所以学人是非常重要 那游子呢 是孔门的七十二弦 其实游子非常的厉害 在孔子过世以后 弟子们想要推举 游若像孔子这样 游若不但他的画像孔子一样的温厚和平 连他的长相都像孔子 有的人说他小孔子十三岁 有的说小三十三岁 有的说小四十三岁 其实游子应该是小孔子三十三岁 或四十三岁之间 为什么呢 因为在齐国跟鲁国的战争 游子是赶死队 所以当时游子一定是一个年轻人 他应该是小孔子 三十到四十岁的人物 可见这些后辈 他们虽然晚来圣门学习 但是他们的求学的热忱 以及他们求学方向的笃定 都给他们有一番很好的气象 进入了孔门的大行 这一张更是游子言论当中 最精彩的言论 所以摆在《学二篇》的第二章 游子说七位人也 这个人为人 要从哪里开始为人呢 从孝涕开始 孝就是在家里面能够奉养父母 包括奉养父母的身 包括奉养父母的心 这是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你懂得跟父母相处 你就是懂得跟兄弟 乃至于家族 乃至于外面的朋友 乃至于你的长官部署的相处 从跟父母的相处做起 大家看你跟父母的相处非常好 能够照顾父母的身 照顾父母的心 就知道你是一个感恩的人 你是可以为公发心的人 你是一个心存利益他人的人 所以君子会乐于提拔你 乃至于人民会拥护你 游子曰其为人也孝涕的孝 就是在家里面 他能够尽孝道 这个尽孝道里面 包括跟兄弟相处 所以叫做兄弟母孝在中 所以其为人也孝涕 孝就是经营家庭的和谐风气 T就是在家族里面经营和谐的风气 尤其跟长辈的相处 跟叔叔伯伯 跟阿姨姑姑 舅舅等等的相处 这个相处能够和谐 代表这个人有处事的能力 有领导的能力 有创造和谐的能力 宰相之才 宰相不一定要专业 但是宰相是调和顶赖 这个调和顶赖 我们学工老师说 就像什么呢 像白纸能够接受各种颜色 就像甘草 能够让各种中药的药性来发挥 那孝涕就是调和的开始 就是调和能力训练的开始 果然他能够在家庭家族训练这种能力 他出外一定能够有调和的能力 尤其是能够领导人才团队 创造事业的发展 来自于创造国家精英政治 人才团队 必然使这个国家能够国运真正日上 这样的人他懂得跟人家相处 就算父母亲有过失 他也委婉地劝戒 他不会跟父母亲对冲 所以他这个人出外的时候 他不会去犯上 就算上面的有过失 他也会温婉地劝戒 并且能够维持和谐 来自于讲究善巧方便 这样的人来犯上是很少的 那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就是不好犯上 就不会冒犯上面 尤其在家族里面 不会冒犯这些长辈 不会冒犯父母 那当然在处理国家的政治上 他就不会兴风作乱 尤其是拥有这个政治实权的人 不会去搞这个小圈圈 不会去为了利益 组织这些危害国家的 这些利益的团队 甚至在国势辱马的时候 懂得调和顶赖 懂得决决问题 所以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业 就是孝涕的人 心在父母亲的人 心在长辈人身上 要创造家庭跟家族的和谐的人 他不会去犯上 犯上是很少的 不会犯上的人 而好作乱 喜好作乱 为之有业 他是不会的 所以古代的这些君子 他来入朝为官的时候 他就算劝谏国君 劝谏天子 他也不会去作乱 他也不会像三家大夫这样 把持国阵 为之有也就是从家里面 培养孝涕 就能够为国尽忠 可是这种尽忠不是愚忠 儒家没有讲究愚忠 所以三见不从 而有可去之欲 甚至是天子 已经到昏庸无道 已经泯灭人性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替天行道 向五王伐咒 向桑汤伐节 这些其实在家里面 都是一个行孝涕 出坏是个不会作乱 但是能够顾全大于的人 那君子物本本利而道生 孝涕也者其为人之本于 君子物本本利道生 在论语讲要里面说 这可能是古代的成语 君子是追求人道 他那根本是孝涕 其实论语讲要的解法 是最好的 各家注解在这一章里面 都没有办法解释清楚 雪公老师的讲解 论语讲要的记录 写得非常的清楚 上面是讲为人 做人应该要有的 要有什么呢 要有行人的胸怀 并且培养行人的能力 那这要从孝涕开始 所以君子物本 有能力入世利益天下昌生的君子 或者成为大夫 或者成为亲相 或者成为诸侯 或者成为天子的君子 要物本 要讲究根本 根本处 虽然是大学里面讲修身是根本 但是修身要从孝涕开始修身 所以本力是讲 孝涕如果能够建立 而道生是人道就能生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根据古代的诗句 来发议论说 孝涕就是根本 因为古代的诗句是说 君子物本本力而道生 但是本是什么呢 孝涕是人之本 可见君子物本的本是孝涕 本力而道生的道是人道 你看光这么样的解经 就是很多诸解 几百家诸解都不会诸到这么紧要 可见学公老师 他诸解经典的能耐 尤其在1972年 或者是1980年 从讲论语的时候 能够根据刘宝南的论语正义 徐英的论语会签 乃至陈述德的论语集市 在几百家的注解里面 折中欲去 前后贯穿 通达人情 只归内圣外王之道 那是太精彩了 所以一个年轻人 如果能够好好的从 这个论语正确解释 作曲 培养自己的风范 情操心量 加大自己的格局 肯定自己的方向 这样的年轻人 在入世做跨领域 多领域的学习 将有利于他自身 有利于他的家庭 有利于社会 有利于国家 有利于天下 有利于世界 那这一章实在太重要了 相信大家读了以后 一定感同身受 赞叹尤子所说 难怪尤子这位大贤 被孔门当中 尊弱像孔子一样 光看到这种言论 是非常精彩的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来从 第三章的 巧言宁舍这一章 再来分析分析 希望大家对人有兴趣 我必须不客气 有吗 我必须不客气 有吗 我必须不客气 有用